2020卷1第二题 小分计划改善某个软件产品里面的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者的分别是什么呢? 系统软件通常我们指的是操作系统 例如Windows工具的软件 而应用的软件就是我们平时讲的Apps 例如处理银行的资料 或者Word,Excel,PowerPoint那些 都是应用软件 系统软件通常用低階语言去编写 是帮我们与应用软件互相互动的 用于操作电脑的硬件 例如Printer 以及维护应用软件的系统资源 例如如何分配RAM、CPUTime等等 应用软件一般都是用高階语言去写的 例如C、Python、Java等等 同样用户去做一个互动 服务对象是User 例如会计、银行、职员等等 用于执行某个用户特定的任务 例如超市的PUSSystem 在系统软件提供的平台上运作 下面有一个算法 输入AB 重复以下的步骤 如果A小过B的话 就将AB两个交换 然后A等于A除B的余数 直到A等于0 或者B等于0 就停止了 然后再输出A加B 所以将AB两个交换 那这个写法应该怎么写呢 A等于A等于B等于B等于T 所以A等于B等于15 重复下面的步骤 A小过B 9小过15 是对的 所以就将AB两个交换 变成15和9 然后A就将A改变了 A除B的余数 所以15%9 是剩下6 于是最新资料A就是6 而B就是9 所以A6B9 A小过B对的 将它两个交换 然后再做9%6 剩下3 A就是3 B就是6 所以A3B6 A小过B 将它两个交换 最后6%3 除3拿余数 剩下0 于是A变成0 就停止了 最后输出A加B 所以每一次 第一次做完之后 A就变成69 第二次做完之后 A就变成3 B就是6 然后是03 第二 第二 假设A和B两个数值 输入是相同的话 80项 就是这一项 它执行几次呢 答案就是一次 为什么呢 如果输入两个数是相同 大家当作8的话 做这一句的时候 8%8 拿余数是0 如果是0的话 就立刻就会停止了 留意这个和C不同的地方 这个不是wild 这个是直字 所以直字看到这个就要停止了 而C的wild 是一定是正数 那答案就是 当A小过或等于0 或者B小过等于0 事但一个小过或等于0的话 就会输出这个输入无效 然后叫它重新再输入 问题E 如果用如果则否则语句重写30至70的话 30至70就是这几句了 将它调转的位置 如果A小过B就将它调转 接着拿个余数 于是写法怎么写呢 如果A小过B B等于B%A B除A拿余数 否则就A除B拿余数 于是就永远都是大那个 就percent小那个